大家好,我是如静 大家好,我是小辉 今天从这个背景上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又要谈南京路的老品牌了 今天我们谈的是三家老品牌 是的,这三家的名字分别是 鞋大响、宝大响和信大响 对,就三大响公司 对的 1912年上海比较有名的鞋响杨布店的店员 柴宝怀和那个丁皮山 就是想改变这个布料经营的策略什么之类的 就合资 然后组成了一个新的店 然后同时呢 请那个鞋响的一个小店员 孙卓章出任经理 他们就把这个店名取名叫做鞋大响 对,这个孙卓章的这个人就是非常会经营 对,他在短短这个十年里面呢 就把这个整个一个鞋大响的公司的总资产 犯了23倍 还蛮厉害的 并且呢在后面一年 1923年的时候呢 就是说通过一些公司内部的权力斗争呢 把这个创始的两个老板呢 财宝怀和丁皮山呢 就是说赶出了这个公司 啊,创始人赶出去了 对,然后这个就到了1925年呢 就是这个被那个赶出来 从鞋大响赶出来的这个两个鞋大响的创始人 那个财宝怀和丁皮山呢 呃,自己开了四家叫 臭布店 对,取名叫宝大响 因为他们想用这个大响这个名字 然后呢,这个财宝怀的名字当中有个宝字呢 他们都很满意 所以呢,就叫做宝大响 哦,宝大响也叫的比较小 对,当然当时呢 都还是聘请了 就是说从鞋大响出来的一个资源 叫丁万,丁方正 丁方正作为经理 对,他们的首次推出来叫 竹尺加三 这样一个营销策略 就是竹了一尺呢 再加三寸 那么当时鞋大响呢 是竹尺加一 所以这竞争呢 就这样一级一级的开始升级了 哦,和他竞争 对 哦,那这样应该是那个孙卓章 就是看到这种情况 也连开了三家分店 分别在那个金岭东路和金岭中路 西藏中路 来对抗那个宝大响 对,邪大响的分店 对,开了邪大响分店 后来那个邪大响又支持他的那个一个土地 叫丁大响 丁大响 然后在那个小东门宝大响的对面 开了一家那个也是不了店 叫信大响 那是1928年 1928年的时候 1928年就信大响开始了 对对 那个因为这个信大响是受制于那个邪大响 所有的进货啊 定价啊什么都要受制于他 所以就是为了那个低价倾销 就拉垮宝大响 所以那个信大响一直是采取了一种低价倾销策略 那他就所以就一直在亏损状态 那个就是这个丁大响不满这种状态吗 信大响的那个老板 信大响的老板不满这种一直亏损状态 然后他就在1938年的时候 就是找到那个宝大响的三位领导吧 一个是丁方正 还有那个柴宝怀 还有那个丁匹山 这三个人支持他 然后就是包括那个丁方正还资助他 就是在那个小东门那边开 就是在南京东路上 在南京东路开了一家新店 新店 对完全他自主的一家新店叫信大响 然后这个人也蛮厉害的 就经营10年之后就已经他的营业额 超过那个邪大响了 对对 整个这个40年代这个时候的三大响 基本上是兵家齐虚 其中的那个邪大响呢 从整体实力上稍微那个对实力最雄厚一点 那么然后呢到19年之后呢 公司合营 那么他们这个三家公司呢合并成一家公司 然后呢有三个总店 各有一个总店 然后呢到那个五六年的时候呢 那个信大响呢之内 到南州区开了的南州信大响部店 那么对 到97年的时候呢 就是说南市上海的南市区 呃纺制品有限公司 改名为上海三大响纺制品有限公司 哦三大响 对那么三个总店的取消掉了就变成呃三家 一个公司有三个老字号 哦那就是邪大响宝大响信大响 对对对对 组成这样一个三大响呃 纺制品有限公司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呢 在南京东路呢 宝大响呢已经转型为一个叫宝大响青少年 呃青少年儿童购物中心 就是呃全部是有好几层 对五层吧 全部是儿童用品 对对对对 应有儿用品 等会会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然后呢 邪大响呢 我们只看到了在那个小东门街 就是那个现在的方邦路上的呃一个残破的一个遗址 对没有其他可以看到的 就是说嗯 那个信大响在南州什么情况 好像也也不太清楚 对 也没有看到相关的资料啊 嗯 等会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现在呃能看到的宝大响吧 好的 好 各就在南京东路区道的宝大响 你这个宝大响呢 给人了这个宝大响 青少年儿童购物中心 呃上都是 嗯 才被那个中文 我都是养经版英文 嗯 拿来进去抠一抠 这个门客的两只像卡通样的抠档器呢 收取的欧营 进到抵挡理想呢 基本上可以到这些是这个 公安的这个名吧 呃 一路有一部分苦呢 也来来脏修 呃 那是可以回到个 Nike 呃 Converse 呃 Filler 这些是这个公安的名吧 而且呢 呃 回复到中文 这个上上引一部分呢 呃 一共有七楼 你在电话开放的一共是 罗神 从两楼 从两楼 一直到 五楼 这个小宁个一档 A的运动品吧 所有A的小宁个微距 来到六楼 这个上上引一档器呢 他来回到其他 赌宁个上引一档器呢 是一样的 而那02次视频里想呢 则放了呃 记者的赌宁个上引 从高档 中档 到低档呃 所有上引一档的 直交馈党器的这个 养文呃 基本上区复到中文 干嘛 给他小宁个上引一档呢 还是个样子 呃 小宁以这称号 是来和女艺人光吧 小宁以来的话 你想和英文呢 是第2语言 那么在设计生活当中 可以了呢 这个英文呢 好像更加重要 上当理想 顾客呢 还是有一个 呃 毕竟呢 女进入这个 最浪漫的地方 等于平坡呢 在那吉他上上 里想呢 谁是有的 这位的小宁个 耳朵部分呢 谁都要等于平坡 呃 从于呢 这个小宁的 可以呢 付钞票呢 那上下的第5次 还可以呢 这报当下的小宁 那应该是上黑个小宁 这个就在那里 城外没有 附近的方半中路上的 可以到的 写大线的 呃 原子吧 呃 可以当起老婆了了 据当地的港 已经归台了 一泥堵了 本期间就任 Mixwell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